把10斤牛奶灌进羊肺里 就可以用来制作乌兹别克斯坦当地的豆腐 制作过程极其复杂 第一步先和面 饧发半小时 把切好的洋葱倒入牛奶中 再把饧发好的面团也丢进去 开始洗面 一直揉搓20分钟 把面筋全部洗出来后 再把牛奶过滤一遍 就得到了充分混合的牛奶面粉液 在气管里插上漏洞 开始往羊肺里灌牛奶 等每个肺泡都充满了牛奶 整个羊肺肉眼可见的变大 颜色也逐渐变成了奶白色 接着再加上一勺黑胡椒 然后重头戏来了 倒入一些花生油 用绳子把羊肺绑起来 接着放进锅里煮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就在等待的过程中 小哥发现这里的羊很特别 它们的尾巴很奇葩 小哥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大厨却表示 羊尾巴也可以做一道特色美食 把尾巴均匀切成厚厚的薄片 然后再和羊肉混合在一起 加入各种调味料 搅拌均匀后 大厨取来了一坨大肠 没错接下来就是做香肠 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加工过程有点奇葩 把做好的香肠盘在一起 一层层放在烤架上 接着把烤架放入吊炉 焖烤一小时 期间还要用尾巴封口 确保没有任何缝隙 只需要等待一小时 香肠就可以出炉了 扒开尾巴一股热气就冒了上来 掀开盖子香气瞬间扑鼻 把一百多斤的香肠抬出来 简直不要太震撼 一口下去满口爆浆 这时羊肺也煮得差不多了 捞出切块 小哥尝了一口表情很是复杂 回味了片刻 直呼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美食 杨肺的鲜和牛奶的甜 吃了就仿佛看见初恋一样 这样的乌兹别克斯坦美食 你想尝尝吗 这一坨黑乎乎的东西 就是用蚊子做成的肉饼 五十万只蚊子才能做出一个 一口下去起码十万只 据说吃起来很像鱼肉 小哥尝了一口 反应一言难尽 每年一道雨季 非洲维多利亚湖 就会出现数以万亿计的蚊 所到之处就会形成一股黑色旋风 场面相当震撼 严重的时候可以说是遮天蔽日 这里的人看到却喜出望外 对他们来说蚊子在小野是肉 是每年不可多得的美食 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抓蚊子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挑战性 随便拿个锅碗瓢盆 在空中会议下 就能轻松捕获成千上万只 大人小孩多玩得不亦乐乎 收集到足够多的蚊子 就可以制作蚊子肉饼了 第一步把蚊子捣成黏糊糊的一坨 像揉面一样揉成团 然后手工按压成肉饼的形状 按压力倒是关键 会影响最终的口感 接着起锅烧油 一瞬间伴随着滋辣滋辣的声音 肉香肆意散开 煎到两面去黑即可 里面熟不熟不重要 吃的就是这个原汁原味 你看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据说蚊子饼吃起来很像鱼肉 因为蚊子主要生活在湖边 所以还会夹杂一丝海鲜味 煎炸属于常规做法 当地还有更加独特的烹煮做法 煮上满满一锅蚊子汤 一口浓汤下肚别提多鲜了 摄像小哥不相信决定尝一尝 怎么说呢 吃起来回甘有点臭 不过在食物匮乏的非洲 蚊子饼确实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蛋白质 这就是大自然对非洲人民最好的馈责 酋长抓起一把泥土 根据土里蚂蚁的多少 来寻找一种在这个季节才有的食物 这东西对他们来说 比黄金还要珍贵 即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 也要得到它 每次行动前 还要进行一番奇怪的仪式 像丛林祈祷平安与成功 马上就要下雨了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他们来到一棵参天大树前 他断定这棵树上就有他们要找的美食 这树足足有四十米高 需要六个人才能抱过来 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但为了族人 他依然决定爬上去 坍下一根藤条 用力凝成绳子 把自己和树干牢牢捆绑在一起 这是他唯一的保护措施 刚开始攀爬速度很快 六米长的藤条在他手中灵活摆动 很快就爬到了十几米 这时树干开始变得湿滑 他拿出斧头挖出一些洞 当成落脚点 这就是他不断向上的基石 爬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停了下来 看起来应该是抽筋了 长时间的攀爬 他早已筋疲力尽 现在进退两难 只能挂在半空缓一缓 短暂休息后 看着七儿期盼的眼神 他咬咬牙再次出发 他一鼓作气 树顶近在咫尺 与此同时 树下的搭档点燃了树叶 迅速把这堆树叶传送上去 这个是关键道具 树顶长满了苔藓 释滑无比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一旦失足肯定粉身碎骨 他拿着这捆树枝 在树顶找了半天 来到一个树洞前 一边用浓烟熏烤洞口 一边用斧头砍 还没砍几下 斧头就沾上了一些神秘液体 他迫不及待品尝起来 看样子已经找到了 直接把手伸了进去 终于收获了第一块蜂巢 蜜蜂对他发起围攻 他也毫不在意 很快就装满了竹篮 蜂蜜对于他们来说异常珍贵 一点都不能浪费 他把手上残留的蜂蜜也刮进了竹篮 地上的妻儿已经在咽口水了 他赶紧把竹篮传递下去 从天而降的这一整框蜂蜜 让翘首以盼的家人们感到欣喜 对于一直将昆虫和野草 作为主食的他们而言 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蜂蜜 因此倍感甜蜜 此刻他也可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 这就是巴雅卡族人跨越生死的一餐 这是一种比飞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 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 他们却爱到不行 平时都舍不得吃 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记者尝了一口 反应非常真实 这种食物就是烟海雀 要制作这种美食 第一步先抓海雀 这个半山腰就有大量的海雀 一对父子穿着浅色衣服 埋伏在岩石中 等待合适的机会 他们的工具就是一张网 等海雀靠近直接用大网一搂 就能轻松捕获一只 没一会就收获了上百只 现在海雀有了 要完成这道美食 还需要一张海豹皮 海雀不需要任何处理 直接带毛往海豹肚子里装 装满后再排出里面的空气 把海豹肚子缝合起来 缝合口均匀涂上海豹油脂 防止涨躯 然后把它埋在岩石下面 不留任何间隙 接下来经过六个月的发酵 就形成了著名的烟海雀 不过味道实在令人上头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 拿出来的海雀直接拔毛 从拔毛的轻松程度 就可以判断海雀是否已经发酵成功 拔毛后对着屁股猛吸一口 把已经发酵腐化的内脏通通吸出来 一股浓汤下肚 咸味加腥味再加纳豆混合下水到的味道 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 越吸越上瘾 根本停不下来 他们甚至还说吃起来有点甜 记者忍不住尝了尝 说还可以接受 不是很臭 不过在缺少蔬菜的情况下 烟海雀确实给他们提供了 大量蛋白质和维生素 这就是英纽特人独特的饮食习惯 22岁小伙每天在背包里装一袋沙子 走到哪都带着 家里米缸内也装满了沙子 吃饭时他从袋子里掏出来一些 抓上一大把就往嘴里塞 吃得一脸享受 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 吃完还张嘴让大家检查了一下 他说沙子吃起来口感很脆 还有点甜 怕大家不信 小伙还想让一旁的大叔试试 大叔也不含糊 抓起一把就要往嘴里塞 接着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 妈的这不神经病吗 小伙说每天带一带沙子 是为了能随时随地给自己补充能量 一旦困了累了就要吃 吃上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 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 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 品类多量还大 这种红沙是最好吃的 不过今天吃起来感觉有股骚味 有点奇怪 他转头又来到另一堆沙子前 看起来好像是新品 还真没吃过 抓起一把先尝尝咸淡 总结下来 白沙比较咸 红沙比较甜 根据周围小动物的多少 味道也会有所变化 不过说起他吃沙子的原因 却很令人心酸 小时候他家里很穷 三天饿九顿的 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 这一吃不要紧 意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 就这样还吃上瘾了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 大爷只是给挖掘机轮胎打个气 却引来一群人围观 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只因大爷有个绝活 用嘴给轮胎冲气 竟然比打气筒还好用 家里的暖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 几下就能吹爆 他平时就用肺活量 检验暖水袋质量 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计其数 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橡胶软管 看见煤气的车子 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阵吹 大爷只有一个信念 只要有他在的地方 绝对不允许煤气的情况 大爷说这都不算什么 还有更厉害的 他可以给卡车轮胎冲气 大家决定做个实验 一边用打气筒 一边大爷用嘴吹 看谁能把轮胎吹爆 比赛开始 大爷这边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 一旁七个成年人轮番用打气筒 但轮胎的鼓起程度 还不如大爷用嘴吹得快 五分钟后 大爷已经把轮胎吹得硬邦邦 一旁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 很明显大爷赢了 但他却并不满意 说要升级挑战 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轮胎上 上面又占了二十个小伙子 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 把轮胎吹爆 但不得不说 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是不错 大爷吹了十分钟 硬是没吹爆 大爷倒也没太往心里去 表示不会停止挑战自己 这不今天他就想要挑战极限 吹挖掘机轮胎 很快就引来一群人围观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 大爷却气定神闲 坐着吹了几下 轮胎竟然纹丝不动 很明显这次挑战确实不一般 只见他站起来半蹲马步 稳扎稳打地吹 轮胎终于有了点起色 毕竟是挖掘机轮胎 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 几口下去轮胎也没啥变化 大家不停给他加油打气 大爷擦了擦汗 接着轻筋抱起一阵猛吹 终于把轮胎吹了起来 大爷一脸傲娇地说 自己才66岁 还能再吹他个十年 只要有我在的地方 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 大姐每天洗澡 必须穿着自制的台甲 洗半的时候就要站在马桶上 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密 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 在家只能爬行 所有东西都用塑料袋包着 屋顶也蒙上了大片的塑料 边边角角还包上了锡纸 大家都非常不理解 跟他来到卧室 大姐终于放松下来 摘掉了帽子 这才发现帽子是用区别针做成的 看起来足足有几万个 戴起来非常重 大姐就这样戴着帽子生活了十年 她到底在躲避着什么呢 大家建议她脱掉铠甲生活 大姐显得非常担心 由于再三决定脱下来试试 没过一分钟 她突然把头埋在毯子里 显得非常焦虑 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 接着快速穿上了铠甲 这才慢慢平静下来 大姐解释说自己能感受到电磁波 房子里充满了电磁波 微弱的电磁波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屏蔽电磁波 可奇怪的是 大家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电磁波 用专业仪器一侧 辐射量远低于安全标准 也就是说 这微弱的电磁波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 大姐非常不解 因为自己确实能感受到电磁波的伤害 这其实就没啥好说的了 直接看心理医生吧 沟通下来才知道 在她年轻的时候 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长达半年 会在半夜敲她的门 还经常给她发骚扰信息 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 从那之后 她变得敏感多疑 以至于都能感受到手机发出的辐射 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自己会慢慢好起来 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 医生建议大姐要直面内心的恐惧 即使暂时无法克服 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 学会接纳自己 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 为了采集这种酒 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 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 小哥浅尝几口 味道一言难尽 这种酒就是棕榈汁 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 和一个装酒的容器 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 一点点往上爬 来到树棺后 将棕榈树花絮头部切开 把罐子套在花絮顶端 来回敲打几下 用来刺激汁液分泌 敲击手法和力度 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 几个小时后 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 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 它们不会爬上爬下 而是把棕榈树 用绳子链接起来 采完一棵树 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 要装满一桶棕榈汁 它们一次至少要采集十棵树 一天就要采集两次 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 等它自然发酵 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 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 喝起来酸酸的 好处就是很利尿 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 所以也可以用来熬糖 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点 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 这种酒非常抢手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这就是斯里兰卡采酒人的生活